早安 您好 欢迎去锁定上午9点整点新闻 我是黄新华 首先带给你这条令人悲痛的讯息 台中7岁的国小男童 4月21号被柔道教练重摔了27次昏迷 经过70多天的治疗 男童他的伤势恶化 家属同意把管放手 在昨天宣告不治 父母在小孩身边非常哀伤 气不成声 仅仅后续也会依相关的罪嫌 加重柔道教练的刑罚 台中一名七岁男童 遭到五兆柔道教练跟学长 重摔27次后陷入昏迷 当时男童遭摔过程中不断大哭 教练还是继续摔 残忍的做法遭到大众痛批 日前教练才被医治 儿童重伤害罪起诉 但是小弟弟却没办法亲眼看到坏人的惩罚 撑了70天后还是宣告不治 但因为被害人表示不想练之后 教练就要帮他练习 他就骂教练大笨蛋 检方调查事发时教练不满被骂大笨蛋 就亲自上场摔男童 期间男童曾表示头痛 而且有呕吐行为 但教练认为他在装 继续摔之后 男童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送医急救后陷入严重昏迷 事后曾传出他身体情况有好转 但是今日医院表示 他的血压脉搏不稳定 情况急转直下 家属决定把管让他不再受苦 男童爸爸月出生日 采卖物资捐款给弱势单位 希望大家一起基伏 让他的宝贝儿子能赶快醒来 没想到还是天人勇哥 随着男童选稿不治 检警后续将依相关罪嫌 加重吴赵柔道教练行责 但是无论怎么重乘 小弟弟都无法再回到最爱爸妈身边 TBBS新闻吕正辰 廖中采访报道 澎湖马公分队的警备队 52岁的袁警 6月中才打过疫苗 身体不舒服 请病假回家休养 才刚刚踏出分局门口忽然倒地 妻子募集全程 急忙对他CPR 但不幸的是 袁警依旧回天罚术 上面上可以看到大批的救护人员 围在这个草丛边 不停对着单架上 这名男子实施CPR 跟着了解 他其实就是澎湖县马公分局的 警备队诚信员警 在29号下午的时候呢 他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因此向警备队长官请假 表示说自己想要回家休息 但没想到才刚踏出分局而已 整个人就突然倒地 当场失去这个呼吸心跳 而其实他的妻子 当时就在旁边全程目睹 紧急的打电话向119求救 并且依照119的指示呢 对这个先生进行CPR 但没想到送医之后 仍然宣告不治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去年跟今年 两次分别的请严肠病件 那他的原因 大概是假装件恶性肿 那目前 目前也塞在那个病假当中 而根据了解呢 这名诚信员警 他其实过去是在这个交通分队服务 但因为他身体状况都不大好 所以日前呢 就转到这个警备队 而他其实也是都领有这个重大伤病卡的 在6月的时候呢 因为符合这个第二剂的接种对象 因此接种过了AZ疫苗 但现在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突然促使呢 目前还有待监警后续厘清 中央昨天在高雄没有公布新增的本土确诊个案 但是却有大批的医护和警销穿着防护衣 请某处住宅大楼的住户上游览车 设了简易的快筛站 疑似有确诊的案件 那么有150名的住户全部被召回进行PCR检测 同时依照规定都要住进防疫旅馆 整栋社区清销要进行进一步的防堵疫情 社区大楼外围聚集了大批医护人员和警销 大家全副武装在现场戒备 甚至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社区疑似出现有确诊个案 其实真的会怕 所以我们住户其实那时候就一直有在反应说 是不是看里长要什么动作什么动作 可是还是都没有人来拉封锁线 结果今天好像就传出疑似确诊者这样子 住户好担心 并因为住家旁的自住洗衣店 曾经有确诊者足迹 高雄案14415 这名20多岁的女性 跟凤山这名疑似确诊者住在同一个社区 但住户质疑是否24号公布足迹 仅匡列了洗衣店 难道同住的社区没有匡列消毒吗 确诊者去过的洗衣店已经消过毒 但为何社区还会有发生确诊呢 怀疑是这社区的单一入口门把有间接接触 不只是单一出入口可能增加确诊者接触机会 附近的住户还透露这个社区民众 还会和其他族边社区住户在前一个入口处一起倒垃圾 担心有感染风险 而卫生局在接到疑似确诊诊个案后 还没等中央公布 就紧急采取必要措施把住户召回进行大规模快篩 在今天上午我们有接到实验室有一位检验阳性的个案 那根据我们流星病学的研判 那认为在这个居住空间里面有需要做积极的处理 人数众多快篩一路从傍晚到深夜持续到十点多才结束筛检完毕 不过似乎担心爆发社区群聚 住户一个个拖着行李上了游览车 全都要被载往防疫旅馆 晚间八点多整栋社区一片黑 六十户约一百五十名的住户全部清空 要方便后续的大规模倾销 TBS新闻周雄临方牛选高雄报道 而现在高雄凤山这一栋社区住宅大楼经过一整夜的作业 目前其实住户都已经裁剪安置到防疫旅馆了 现场的情况如何 交给记者何一信 好的高雄凤山传出有确诊者的社区大楼 今天一早可以说是空空荡荡 不但看不到有任何人员进出 就连一楼的这一个店面都是大门深锁 而直到现在才偶尔有其他路人经过 这是因为在传出有人确诊之后 昨天总共六十几户一百五十几人已经紧急都被裁剪并且安置到了隔离 防疫旅馆 而根据了解在这一栋大楼传出有确诊者之后 事实上在昨天中午左右 高雄市的副市长林青蓉就带领着防疫团队进驻到社区 并且将紧急一百五十几位的住户召回一一来进行裁剪 而经过整个裁剪以及安置 一直到晚上消防局派人来到现场完成清销 可以说是到了九点十点才将整栋大楼清空 而目前根据了解这一栋大楼怎么会出现确诊者 可能跟社区附近一栋洗衣店有关 因为根据了解人物群聚确诊的一名二十几岁的确诊者 曾经到过附近的洗衣店有足迹室 而且跟这一栋大楼本身的确诊者两个人足迹有重叠 不过到底产生连结的地方是在洗衣店 或者是在周围的一些物品 包括这个门把或者是其他附近的一些 可接触到的东西产生的这个病菌的连结 目前卫生局还在调查 而至于这一百五十几人 到底他们这个筛检的结果如何 目前也还没有公布 也还没有公布 也因此今天一早对于这个社区周围 可以说是相当的冷清 就连附近的这个居民经过 也都是快步前进 而且闭口不谈任何的问题 而根据了解这个社区 其实它的周边还有好几栋的社区大楼 因此现在除了民众相当恐慌 也传出他们希望市府可以来扩大的进行裁检 以上是目前的最近情况 主播 好我们谢谢一信 其实带您关注的是 新北市卫生局已经证实了 板桥大原版有柜原PCR裁检阳性 立刻展开了疫调 那么他是环南市场摊伤的家属 也是在昨天确诊的个案 这名桂员还有另外五名的家人 都被匡列进行裁检 卫生局也会持续的追踪 针对确诊者展开进一步的疫调 好关注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汤城广场 也爆出了企业群聚 目前有70个人都在居家隔离当中 详情交给记者吴宇雅 好了主播 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汤城广场 卫生局昨天晚上表示 位于广场内一间企业21号出现确诊案例后 马上进行第一次大清销 并安排同一部门员工进行筛检 结果昨晚检测出新增5例确诊 分别是4名员工跟1名离职员工 同一部门70人目前也已经匡列居家隔离 再次进行消毒 7楼员工也二次快筛 幸好全部都是阴性并自主健康管理中 而汤城广场有许多大小企业进驻 现在出现群聚感染 卫生局不敢大意 毕竟国内疫情好不容易有减缓的趋势 已经进行扩大匡列及疫调 防止疫情再扩大 以上最新情形 好新肝诊所偷打疫苗的事件 北市府才重罚了200万元 现在爆料 市府自家的联合医院和平运区 违规体殡葬业的大亨左右手 大亨的前妻偷打疫苗 不过林一博斥说 施打日是扩大施打对象的最后一天 没有违规 但是现在相关的细节 还要进一步调查核实 至于殡葬大亨的所属集团 暂时没有回应 好新干事件 柯文哲低头认错 北市府自己陈储名单 但似乎这把特权疫苗的货 又烧进自家门前 连一和平院区 遭报偷打疫苗 对象是他 慢慢走 慢慢走 跟在身边帮忙挡镜头 当时殡葬大亨 过去因为涉嫌炒股事件 被剪掉约谈 他也都在旁 也曾经接下这殡葬集团 旗下企业动作 另外还有 戴着眼镜代表公司发言 两人被称为 殡葬大亨左右手 以及殡葬大亨前妻 三个人被爆料 明明非优先施打类别 却早已在 连一和平院区接种 每一次都是要媒体先爆料 市府才开始清查 到底这些特权疫苗施打 台北市政府是螺丝松了 还是在放水纵容 据了解殡葬大亨前妻 以及旗下公司前董作 现任董作 他们的挂号单上 清楚写着接种AZ疫苗 时间就在5月24号 当时都还在打一到三类 也就是第一线人员 连一强调到底有没有施打 或是何施打都还要再调查 只是特权疫苗连环报若属实 恐怕柯文哲不是一句道歉 就能让民众心服 TVB的新综合报道 台北市政府公布最新的施打规定 只要是72岁以上的长者 55岁以上的原住民 都可以进行网络预约 注射莫德纳疫苗 很多长者都相当关心施打的进度 详情连线记者韦佳琪 好 直播的观众来 带您关心现场的最新消息 今天是6月30号 同时也是台北市政府开放 72岁以上长者 可以来登记施打莫德纳疫苗 不过我们带你来看到 在台北市文山区的 木榨华森里这一边 其实一大早就有不少的里民 是跑到了里长办公室 希望来请求帮忙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些长者 怕自己的手机网络的操作 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因此就直接来找里长帮忙 所以一大早八点钟 就陆陆续续涌入了一些 民众希望来请求里长帮忙 而今天里长也找来了 亲朋好友一起来帮忙 拿手机预约登记 结果早上到现在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问问看里长 里长现在登记到现在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 非常紧张 就是一种那个名额都是 曾经在我眼前却有笑死不见 很像在抢五月天的那个门票的感觉 因为我刚刚就是第一个登记的时候 我抢某一间诊所 抢某 结果我按下确认键的时候 已经没有名额了 然后我又再重新登入 那结果名额都已经剩不多 对 那现在我们遇到的是 好几个 好几个那个诊所 都是已经额满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 要一直点进去 又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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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长辈找到底哪一个诊所是 还有名额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很多都已经满了 而且今天系统是稍微比较KK的 点进去一些资讯 不会马上跳出来 大哥你这边好了 1月99号 7月5号的早上8点半到9点半之间 这个时间点 不会 其实我有一个建议 现在不是老人打疫苗 应该给一家之族 他要出去做事情 对不对 他去赚钱 你老人在家乖乖的就好了 现在这个在五十几岁的人 要先去先打台队 不是老人 没听到其实不少长者都早上就来到了这边排队 当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建议 希望能够扩大疫苗的施打 不过现在疫苗有限 所以先给七十二岁以上的长者 也让李办公室外面聚集了不少的长者 都希望来请求李育长的帮忙 以上是向内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佳琪 而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表示了 双北警戒从5月15号以来 各大的夜市都是停止营业 但是也要顾及他们的深境 所以台北的宁夏夜市 在昨天晚间重新开张了 但是北市规定只可以摆摊位的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宁夏夜市只开了四十五摊 人潮也是稀稀落落 店家也怕食材会过期不新鲜 只敢准备三成的量 民众两手拿满食物 一口气买了五摊 要回家和家人享用 真的好久没逛夜市了 台北宁夏夜市从5月15 双北三级警戒停业至今 629小规模恢复营业 夜者感叹 疫情期间没做生意零收入 但夜市重启 还是担心客人不敢来 第一天食材只准备过去的三成 夜市重新开放之后 目前能够营业的摊商 只有在靠近国小的这一侧 而至于对面空荡荡的一片 是因为要轮流营业 下个礼拜才会换他们摆摊 宁夏夜市微解封 规定只有四分之一摊商营业 过去宁夏路上共180摊分两边摆 现在一周摆一边 最多可以有45摊 但微解封第一天只有27摊开张 不过现场观察 宁夏夜市人气摊商 像芋头饼烧麻糬等都没营业 协会表示尊重业者意愿 但为了符合防疫规定 如果做生意 没办法控管排队人潮 就会要求该摊商停业 另外警惠中心也说 全国三级警戒之下 本来就没有要求餐厅关闭 只是禁止内用 未来是否参考宁夏夜市 逐步微解封 相关执意在准备当中 TVBS新闻洪富华 余无奇洪军伟 SG交组台报道 华联的东大门夜市 三级仅前以来 也已经停业 一个半月的时间 摊商的生计受到影响 看到北市的宁夏夜市解封 他们也希望 幸福可以比照办理 但是县长表示 按照中央的脚步 目前是不会开放的 详情交给记者江宁曼 好主播 夜市里头一片空档 不少店家关门 只剩下几间零星的摊贩 还有营业 这也是花莲东大门夜市 三级警戒前 最后一天营业的景象 停业后 很多摊商的生计都受到影响 而现在三级警戒再延长 由摊商希望能够有限度的开放 来听一下当时访问 县长表示 现在还是三级警戒期间 大型活动不是停办 是要暂缓 就是为了要把疫情掌握好 不要出现任何的破口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配合 也再三强调 忍一时海阔天空 因此照着中央的脚步 目前还是不开放的 以上是温与长道清新 而现在疫情很严峻 许多善款 涌入支援前线防疫 台南市长洪伟哲 也在他的脸书上公开 知名的乐团五月天 低调的捐了100万元 给台南市卫生局 作为防疫用途 洪伟哲说 五月天所属的湘性音乐公司 没有新闻 没有通知 只有不打扰的温柔 这就是五月天 但当疫情过后 台南市府希望可以 再度邀请五月天 到台南开演唱会 再来要关注到的是 高雄林雅区 是不是财神爷路过 路口怎么有 这么多的千元大钞 远景看见 以为是恶作就是玩具钞 已经带回这些钞票 全数清点之后 发现居然是真钞 有4万多块 想请交给记者纪元 好的可以看到 远景在这个巷口 是看到满地的纸钞 不过拿起来看 原本以为是有人恶作剧 在这边乱撒玩具钞 结果却发现 这些全都是真钞 而且沿路散落 全部捡起来之后清点 发现竟然有4万多元 两名远景回到派出所之后 其他同仁也很好奇 想说怎么会有人 掉了这么多钱 而警方也是立马 掉监视器查看 看是不是有施主 不小心钱弄掉了 但不知道 而这事情就发生在 在高雄林雅区的镇延路巷口 在6月12号下午1点半左右 而警方也有调阅周边的监视器 发现其实因为角度的问题 所以刚好没有拍到施主 而且有些附近的监视器影像 也已经被覆盖了 再加上两个礼拜之后 都没有任何人到警察局任领 所以警方也呼吁说 如果民众在高雄的市区林雅区 如果在12号之前有在这个镇延路巷口 遗失现金 可以赶紧持证件 到林雅分局侦查队任领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来自高雄的讯息 主播 掉打病毒入侵屏东 先前配合防疫方山香的店家都停业 三天社区大清销 今天开始路过去去副业了 而对于隔壁方疗香 有没有染疫风险 方山香公所表示 大部分的店家都认为 两厢之间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 所以没有太担心 稍后我们要带给您完整的报道 好关注的是 因为Delta病毒传播力相当强 让屏东人都非常的紧张 果农也一度受到冲击 担心他们的芒果被退定 只能烂在树上 但是目前呢 全世界都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这病毒会透过食物传播 更不会因为接触水果就感染 现在芒果呢 其实台湾的出货量 也大部分都是外销的 所以艰困时期 其实呼吁大家应该团结一致 支持台湾的果农 整片的芒果园 一颗颗白色套袋 仔细保护着的 就是准备采收的艾文芒果 位居南台湾恒春半岛上 屏东县芒山香拥有芒果 最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再加上当地特有的洛杉丰 更添芒果甜度与色泽 尤其今年拜雨亮少 芒果风味更胜往年 只是正值盛产期的 芒山艾文芒果 却在这波疫情延烧下 成了另类受在乎 芒山就出山艾文而已 没有出山白毒 没有穿芒楼的 大家这样讲 国农越讲越无奈 就是因为大陆消费下滑 今年以来芒果外销减少百分之十八 加上纽西兰一度发现 台湾芒果遭果实因幼虫入侵 而暂停进口 房检局已经去韩主张回复进口 这些已经够惨了 现在又因为屏东爆发丢塔病毒确诊 没想到连带影响屏东 芒山芒果遭到大量退订 或摊伤拒收等消息不断 这也让屏东子弟李明贤看不下去 喂大哥你好 要二十箱吗 没问题没问题 我帮你登录下来 电话接不完 在脸书发起支持芒山芒果团购 短短不到一天 已经累计超过350箱 国民党秘书长李前龙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众多台北市议员 都在订购名单 我觉得很瞎 而且我特别很难过 因为那是我的故乡啊 我觉得很新田啊 而且他们真的农民 对于水果来讲 他们栽种了一整年 他们是把它当作小孩一样在呵护 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蓝绿对立 我觉得会害到农民 农民真的是不分蓝绿 农民是最辛苦的 不分蓝绿 从政界文化界到演艺圈 在充满恐惧的社会氛围 纷纷发生力挺果农 农委会也急推宣传措施 讲到仿生的芒果 为什么它会这么有名呢 除了它的产地呢 是全台第二大之外 可以看到 哇 它的皮很薄 这么一大颗的爱武文芒果呢 不止甜度还是很高 而且哇 一打开的时候 超级香 香味穿过口罩扑鼻而来 还没吃下肚 已经嗅到甜甜的滋味 只是买来一大箱芒果 要怎么好好保存 也是一门学问 要把芒果切成一个一块一块 不要太大块 薄一点的砧板 上面要铺一个塑胶袋 或者是保鲜膜 不要整个密集的摆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好像等到解成冻块的时候 我们就放到果汁里面就不好打了 好 摆好的芒果块 放到了冷冻库 不要压了它 就这样平平的摆 等它冻起来以后 再把它放到密封袋 就可以了 除了新鲜现切吃 把芒果放冷冻库保存好 还能制成芒果冰 果酱 果汁 奶酪 糯米饭 做法超级多样化 都是简单又好吃的料理 炎炎夏日 在疫情与外销双重困难下 靠自己人吃起来力挺过浓 TVB的新闻 钟德荣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到 黄航英文诺富特饭店群聚的世界 目前是实施清零计划2.0 最近已经提报民航局 所有召回隔离的机组员 都没有发现确诊者 所以他们已经进入安全机组之中了 详情交给记者谢丹词 黄航英文诺富特饭店群聚事件 目前实施清零计划2.0 最近也已经完成提报到民航局 民航局表示 国航机师打完第一季的 大约是97.8% 空服员则是98.4% 另外打完第二季的机师则是23% 空服员13% 而黄航清零计划2.0 是将机组员分为安全组和风险组 当时在集中检疫所 以及防御旅宿接受检疫的机组员 在14天检疫结束之后 进入安全组 就可以到社区或者是派飞 风险组则是目前持续派飞 任务结束之后 完成14天居家检疫 就可以回到安全组 两组的组员是不会互相接触 而且禁止混边派飞的 目前华航已经完成了清零计划 所有召回的隔离机组员 都没有再发现确诊者 而所有的机组员 都也已经回到了安全组织中 以上为您讲我的最新情形直播